新北市平邻区的包种春茶已经陆续上市 今年不管是在茶树生长期或是采收制茶期间 气候状况都讲得不错 因此今年的春茶产量增加 品质方面也有所提升 虽然目前茶案问题炒得沸沸扬扬 但平邻区农会表示 当地的茶叶都经过了严格把关 请消费大众安心选购 新北市文山包种茶联合比赛已经展开 赶在梅雨季来临前 目前平邻区的春茶大致上都已经采收完毕 平邻区会表示 今年在茶树生长及采收期间的气候都相当不错 因此春茶在产量以及品质上都比往年来得好 这一次就是刚好北台湾这边 雨水各方面它算还是能够正常地供应 这个茶树的这个生长需求 尤其是在茶叶生长的这个时段 它的雨水各方面都还算充足 所以今年的茶清算长得蛮好的 但是在整个茶叶生产制造的过程这段时间 刚好空气又偏干 所以也很适合茶叶生产制造 平邻拥有地理环境上的优势 所以生产的包种茶品质居北部之冠 尤其优雅飘逸的香气更拥有许多爱好者 不少老涛更特地远到前来产地选购 我们包种茶它是属于青花校的茶叶 所以它属于自然条形 而且它是在我们平这个区块里面 因为在台湾平邻是属于比较内陆的地方 而且这边空气好水质好 所以我们这个包种茶叶的香气是特别好 尤其是今年 我认为今年的品质跟我年比起来 今年是特别好 目前平邻区的包种春茶已经火热上市 想要喝到最新鲜的好茶 现在正是时候 记者陈平 张门琪 评宁采访报道